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时间通过网上讲座的形式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2020年的澳洲经济的展望 这个是博曼金资化财网我们第一次做在线的讲座 我自己还在熟悉一下 刚才我的同事杰尼还在教我怎么去使用这个系统 所以说如果在讲座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技术的问题的话 也请您见谅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使用这个系统来进去尝试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其实我相信各位可能都看到了 澳洲经济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高盛是非常出乎意料的 然后直接预测可能在2020年的第一个季度 澳洲经济会出现0.3%的下滑 在之前其实不少经济学家就预测过 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澳洲经济也会是下跌的 如果连续出现两个季度的经济下滑的话 澳洲就非常有可能是进入到一个技术性的衰退 这个是在30年以来的首次 除此以外 各位如果在上个星期看过我们制作的关于澳元的视频 我相信可能各位也多多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当时预测澳元很有可能会在近期出现继续的下跌 那在上个星期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呢 在澳参网的不论是我们的YouTube呢 还是在西娃视频等等呢 做完这个预测之后呢 这个星期澳元对美元就已经是刷新了11年以来的新低了 而除此以外 股市在今年开年的时候呢 虽然一度是上涨了10%以上 那么最近这个星期股市出现了下跌 而澳洲的地产呢 现在也是比较有趣的 根据最近我所看到的一些金融时报的分析呢 预计澳洲的地产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周期上涨超过20% 那这个就是2020年现在我们开年所处来的一个状态 那经济会不会出问题 澳洲的股市和其他的资产类别 会不会受到疫情的整体的影响 那澳洲的地产是真的进入复苏了吗 那澳元我们怎么看 那么考虑到这些所有的资产类别 那在一个这样财富焦虑的时代下 我们如何对澳洲的财富呢进行保护 这个呢是今天我想和大家进行探讨的内容 那今天我预计呢 可能我的演讲的内容会是在40分钟左右 在结束的时候呢 我希望和您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如果您有任何在讲座过程当中呢 有些问题想和我进行探讨的话 欢迎您提问 我非常希望呢和您进行直接的一个讨论 而最后呢我也会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下一期节目 想会给您重点讨论的内容 应该是澳洲的地产方面的一些内容了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这个环节 我看到在注册的时候 因为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收到了将近300多人的300多位朋友的注册 我们看到很多很熟悉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来听这个讲座 然后如果还没有见过的朋友的话呢 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 我叫高松玉Eric 我是博满金资的创始人兼CEO 同时呢我们公司的旗下呢 也有澳洲第一中文财经平台 多媒体平台澳财网 那我自己呢是在2002年 2002年来到澳洲之后呢 就一直在这个行业中学习以及从业 那么博满金资至今呢 已经有十 将近是十年的这个历史了 我们公司呢是一个对接重要资本和产业资源的财富管理的公司 那我们的使命呢是希望帮助在澳洲的朋友们呢 实现保值和增值 那未来的远景是希望整合更多的科技呢 改变财富管理和跨性投资的这样的行业 那简单的讲呢 2010年我们成立的这家公司 现在呢是一个全排照的财富管理的公司 总部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在悉尼呢也有我们的分公司 现在呢是为160多位高净值和机构客户提供服务 我们有200多位保险的客户 资产的管理规模呢在2.5亿澳元 可能比较熟悉我们的朋友会知道 我们旗下呢有两个主要的品牌 一个是博满金资 博满金资下面有我们的博满财富 博满资本 那还有呢就是网络澳洲财富智慧的澳财网 好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和大家讨论过经济 讨论宏观经济呢一直以来是 我对经济做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观点 我们只有在了解了澳大利亚经济的整体形势之后 才有可能会理解澳洲的不同产业的变化 那今天想和大家先简单的聊一下 澳洲现在的宏观经济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之前呢我经常会在做线下讲座的时候呢 问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 那今天我正好借着机会呢 问一下大家的问题 如果提到澳洲经济的话 你马上会想到的行业会是什么 根据以前的讲座的内容 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矿业 会想到房地产 会想到农业 那您现在面前所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在2019年的整个GDP的组成 也就是国民经济整体的组成的一个扇形图 您可以看到非常明显 矿业是澳洲重要的行业 在占比呢是达到8.6% 而有另外一个行业的占比更大 那就是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呢是一直以来 从我从业以来 就被当时看到这数据 当时觉得比较惊讶的 澳洲的金融和保险行业呢 占比一度是达到10%的 是澳洲最大的行业 所以说的的确确呢 澳洲是一个以服务业为基础的行业 除此以外还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医疗服务 比如说像建筑行业和科学技术啊等等 那如果大家看到在这个图的左边呢 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像农业 然后呢甚至说有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的 像旅游等等 其实对澳大亚整体的经济占比呢 相对是比较少的 为什么要看这张图 看这张图就更容易帮我们去理解 什么样的产业在带动着澳洲经济的增长 而有一些重要的产业出现下滑的话呢 自然而然对澳洲经济是有负面的影响的 那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您看现在的这张图的话呢 澳洲经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增速 可以说是非常的差的 就是非常的差的 那在近期我们是看到了澳洲公布最新的GDP的数据呢 在上次的GDP数据当中全年的经济增长是1.7% 这个是远低于十几年来澳洲经济的平均增幅 百分之二点七五的 而在这个里边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是很希望和大家去聊一聊的 如果回头去看过去十二个月 澳洲经济的增长 其中经济增长有两个主要的 主要的因素 一个是政府的支出 政府的支出达到增速百分之六 这个是成为近一段时间以来澳洲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原因 这个也符合澳洲现在的自由党联盟党在上台之后的承诺 为澳洲经济的增长做出更多的刺激性的政策 那经济的增长靠政府的拉动 这个是过去的十二月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 而另外一个近期支持澳洲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是出口 这个出口里边有大量的是来自于像矿业的这样出口的一个情况 那矿业出口呢也带来了澳洲过去一段时间非常明显的一个贸易英语 也就是说实际上过去如果回头去看 澳洲经济比较疲软 但是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表现好的 有政府的支出和澳洲的出口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如果政府的支出下暂缓 如果澳洲的出口的增长暂缓的话 这对澳洲经济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我想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思考一下 我们把澳洲经济的2019年第三季度呢 所有的细分行业呢给您面前做了一个总结 您可以看到 尽管呢整个的经济增速是1.7% 季度的环比呢是0.4% 但是有很多的行业的表现是远远的不及格的 如果你往下面去看 比如说澳洲的农业 林业和渔业的年度呢是下滑了 萎缩了6.1% 那这个呢 如果大家去想一下 其实在去年也就2019年的整个自然年第三季度 我们还没有完全去考虑到澳洲的山火 还没有完全的考虑到澳洲非常严重的干旱 以及近期所出现的这个新冠的这个事情的话 那个时候的矿业 澳洲的农业林业和渔业呢就已经是比较差了 那如果近期再有这些一些自然灾害的所发生之后呢 可以想象这个行业期下会出现是什么样子 而有一些行业的表现是明确非常的好的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矿业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数字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矿业的增速是7.4%的 而另外一个行业表现更好 这个也是我经常一直和一些我们的客户 我们一些朋友去进行交流的 实际上澳洲现在可能最有前景的行业就是医疗健康 医疗健康这个行业在过去一年的GDP增速 是几乎达到了8.3% 我记得在过去两年我多次提到这个行业 之前增速是6.9% 7.4% 而现在看这个行业增速呢 是远远的好于很多其他的行业的 所以说在澳洲长期发展 绝对不能错过 或者说不能忽视医疗健康这个行业的增长的这个情况 大家顺便说一下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数据 我们在这次的讲座不会详细的展开 那就是说 其实医疗健康行业呢 是澳洲最大的雇用的行业之一 除此以外还包括零售行业以及建筑行业 那么医疗健康的增长呢 其实对澳洲的劳动力市场是有所帮助的 但是矿业是个很尴尬的行业 尽管矿业呢 本身在澳大利亚的GDP占比是很重的 但是矿业雇佣的人数是非常少的 很多人熟悉矿业会知道 这是一个资本密集性行业 不需要太多的人 所以说尽管矿业表现在好 其实对澳大利亚的就业环境呢 不会造成非常大的改善的 接下来这张图上的东西是比较的多了 我们想拿这张图 对不起刚才那张图跳掉了 接下来这张图上的东西比较多 我们想拿这张图给您看一下 好 它又跳掉了 我再回去试一下 咱先出来澳洲现在经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就商业和消费信心持续是非常的疲软的 无论是从好吧 它又跳掉了 那跳掉的话我们就只能不看这张图给您讲了 就说实际上在过去的整个的将近两年多的时间当中 澳大利亚的商业的信心 消费的信心一直非常的疲软 那在这个状态下 其实澳洲经济已经做了很多 澳洲政府已经做了不少的刺激性的政策 但是依然无法改善澳洲的 无论是我们的老百姓也好 还是企业也好 增加自己的投资 增加自己的消费 那么消费的水平和零售的水平一直是非常的疲软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半当中 澳大利亚的除了矿业以外 其他行业的商业投入呢 是比较的低的 那更让人担心的其实是在去年的后半年 很多大型的矿业公司的持续投入的数字 也是出现了下降 那可见这些公司本身对澳洲经济 现在呢也是持一定的悲观的态度的 那么如同刚刚所提到的矿业 其实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这些企业都开始停止投资的话 对澳洲经济的负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 澳洲经济呢进行了 澳洲的政府和央行进行了 一系列的经济刺激的计划 其中第一个您现在所看到的图 是澳大利亚的央行利率的变化图 您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澳洲进行了三次的降息 分别是在去年的6月份 7月份和10月份 进行三次的降息 把澳洲的贴线利率 现在是下降到了0.75% 那降息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至少从现代情况来看呢 降息还并没有完全的 推动着澳洲经济的整体的上涨 这次的降息的情况呢 比2014年 15年到16年的情况 说实话呢 带来的经济效果没有那么的理想 那尽管现在市场普遍预测 澳洲经济还有可能会在2020年之内 进行至少一次的降息 可能会有两次的降息 但是如同央行行长自己的态度所讲 现在降息能够为澳洲经济带来的 经济增长的这种刺激的作用呢 已经是非常的差了 是否要进行降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央行一直在说 他们需要的是政府进一步的刺激计划 需要的更多的是财政的政策 而不是货币政策 不是进一步的降息 而澳洲的联邦政府自己也表示呢 其实已经干了很多事了 这个也是 的确也是事实的这个情况 如果您看一下 现在我们面前能看到的这个图来讲的话呢 其实在2019年7月份 联邦政府达到一个1500多亿的 这个基建的投资的承诺 那未来将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投资到各种不同的 这些 这个不同州的基建的 这个设施当中去 我记得我们在去年 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呢 为大家总结过一份澳大利亚的 千亿基建的投资报告 详细的解读了哪些 比如说墨尔本的哪些地区 会因此而受益 比如说悉尼的哪些地区 就会因此而受益 除此以外呢 政府呢还进行了减税的这样一个政策 无论是基建还是减税 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帮助经济的增长 这就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澳洲政府的 这个投入 也是GDP增长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原因 但是现在 尽管如此 尽管政府做了千亿的 经济刺激的计划 尽管是央行进行了三次的降息 但是现在的问题 依然还是比较的 比较的差的 那么澳洲经济的增长 还是比较的弱 那不由得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呢 到底是 这是为什么 既然政府 好像看似也挺用力的 央行也将进行了三次的降息 政府有千亿的计划 为什么澳洲经济的 整体的增长的情况 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我觉得呢 这一点呢是一个 其实是个比较大的 其实是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了 但是这个里边呢 是有一些能够总结作用的 之前我和一些朋友去讨论这个问题 澳洲呢 其实就像是一个家里有矿的 这个家里有矿的 土豪的一个家庭 本身呢 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创新的需求了 只要是市场上有人在采购我们家里的矿产 我们家的房子一直在不断的升值 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需要做太多的其他创新类型的 所以说实际上在 我们去看到大家经济的整体结构来讲的话呢 传统行业的占比相对呢 还是比较的高的 而且在这样的背景下 澳洲对中国对一些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极强 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大问题 当然从长期来讲 澳洲经济一直是靠出口 一直靠引资来推进的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对澳洲的影响 真的是比较大的 我们总结了两张图 您看第一张 不论是农业出口 不论是渔业还是林业 中国在里边的占比都是非常的大 那矿业自不容讲 矿业呢 基本上中国是消化了澳洲50%以上的矿业产品 而澳大利亚的 不论是从留学生的市场角度来讲 还是从旅游的角度来讲 其实中国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就为什么在冠状病毒这个事情公布了之后 出现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股票市场反应是非常的明确的 比如说和教育相关的股票 当时一开始我们雅思的股票 IDP当天呢就出现了非常明确的下跌 但是后来他自己的财务数据很好 又把它再重新的拉了起来 但是像旅游类型的公司 比如说像悉尼机场啊 比如说像是Fly Center啊 这种公司都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跌 甚至包括像奔赴的母公司Treachery Wine 做红酒的这家企业 是出现30%以上的这个跌幅 像皇冠 赌场等等 都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跌幅 这些经济 这些澳大利亚的产业 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 也是现在虽然我们觉得担心的 如果是说像冠状病毒开始在全世界之内 进行进一步的一种扩散和恶化的话 那澳洲经济一定会因此而受挫的 而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担心的问题 其实是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对矿业的这种依赖 那中国呢占了50%的矿业的 这种矿业出口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去年澳洲之所以有一个非常高的 财政的盈余和贸易的盈余 和矿业的价格有很大的关系 提换式价格在去年是非常明显的有上涨的 而今年提换式价格已经开始出现了回落 那如果中国方面的需求下跌 铁矿石的价格也出现回落的话 澳洲矿业的增长自然而然就会成一个问题了 另外一个这张图呢 我会在后面再次给大家去所提到 去年矿业近期如果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 其实去年澳大利亚的银行行业遭到了一个 从前年开始吧遭到了非常大的严打 那这个呢我们想可能在澳洲的朋友会熟悉 叫皇家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皇家委员会呢在过去两年当中呢 不论是对澳大利亚的商业银行 如斯大银行 还是说澳大利亚的财富管理公司 如AMP 还是说包括像基金公司 Challenger等等 这些公司都进行了重罚 那么其实重罚的原因当时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乱收费的情况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其实本身并没有尽到为客户去进行 这个会提供最好的这种服务 因此呢在这里边出现了很多 不论是澳洲的监管的机构 像ASIC 还是说像凡起钱机构 Ostrak等等 都对银行进行的重罚 导致银行本身一直没有办法 向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因此在这张图上呢 您左上角的这张图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是说实际上澳洲现在的市场里边 是有足够的广义货币的 是有足够的钱的 那么这个钱呢已经开始是在19年以后出现增长了 但是您看那个黄色的线 就是澳洲市场上的信贷水平依然很低 就说市场里有钱 但是钱并没有办法带给购房者 带给企业 带给这些需要 现在需要资金的这个群体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地产出现下跌 而这个很有可能 这个很有可能是2020年澳大利亚政府最能够打的一张牌 信贷牌 这点呢到后面我还会跟大家继续在兴趣提醒 那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 澳大利亚的股市的表现也会出现了一些两极的分化 那么由于金融和 因为金融行业的占比相对是比较高 那么金融行业本身表现还是相对比较一般的 那这就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整个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澳洲整体的股市的这一年 不同板块的表现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后面我还有一张更大的一张图呢 会给大家去解读一下澳洲股市的问题 如果我对第一个经济现状进行一个总结 我现在观点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实际上 2019年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进行了双管旗下了 但是澳洲经济的增长的整体还是非常的疲软 也就是说 如果2020年澳洲政府就算再进行同样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没有三次息可以降 现在只有0.75% 如果建三次息的话 澳洲利息可能就是零了 如果再降息的话 会不会有效果 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政府已经公布了1000亿的财政刺激的这个计划 进行了减税的计划 那联邦政府会不会在现在的这样情况下 进行经济的刺激 这里边我觉得不是个经济的问题 这里边甚至是一个面子工程的问题 因为毕竟在上台的时候 现在的执政党最大的承诺就是实现财政盈余 那么尽管在半年报的时候呢 已经下调了 半年预算的时候下调了政府盈余的这个可能性 但是这真的是现在政府的一个面子工程 如果当然了 如果全球经济出现下滑 他不得不去做的话 那一定会做的 但是想想反对他会怎么说 想想选民可能会怎么去看 所以说是不是还有可能再出台一个 千亿的进行刺激计划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的 那可以说不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 澳洲政府有牌可以打 但是打起来难度比较大 就算打效果怎么样 还是不知道的 第二个情况 澳洲的产业形势真的不太一样 刚才所提到了 尽管去年澳洲的矿业情况是不错的 但是考虑到中国需求的可能的出现了疲软 考虑到全球经济有可能会出现下滑 澳洲的矿业会不会继续增长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在这个时候 应该考虑把我们的投资也好 把我们资产也好 配置到那些比较好的增长的行业 那我觉得澳洲现在最好的很有可能 就是医疗健康 这是一个持续要继续关注的一个行业 而回到刚才之前开始所讲的 那么在去年政府的出现的降息 和政府的开支和贸易盈余的这样的增长因素呢 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 但这三个因素都有可能在2020年 都是出现消失的这种可能性 那现在澳洲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 依然面对着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上 信心不足 在外部面对着新冠病毒 很有可能对澳洲主要贸易伙伴的一个影响 不要忘记了 我们澳洲的主要的贸易伙伴 的一的确确确是中国 但这还包括日本和韩国 也是澳洲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而澳洲最大的投资国 是美国 日本和英国 那如果那些国家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的话 那么澳洲经济的内部和外部的环境 依然会比较恶化的 这个就是澳洲整体的经济 现在所处的一个状态 我想让您先了解到 我们从经济学角度 如何去看待澳洲现在所处的一个状态 这样我们再进入到一些 具体细分的行业当中去 您可能更容易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第一个其实我想 接下来和您探讨的东西 其实是澳元 其实是澳元 澳元这个货币呢 比较有趣 熟悉澳洲经济 或者熟悉澳元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澳元的走势 和大宗商品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那一般来讲 如果是铁矿石 或者是大宗商品 比如说黄金啊 等等的价格出现上涨的话 对澳元是有利好的因素 但如果是说 这些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下跌 对澳元就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所以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刚才我们所讲的铁矿石价格的调整 铁矿石的价格调整之后 的确已经在澳元的走势上 出现了明确的反应 这就为什么在 我们两个星期前 在录制澳元走势预测的时候 我当然和大家去讲过 三个很有可能会导致澳元下跌的原因 第一个呢 就的的确确呢 是澳洲商品货币的这个 本身 是和市场的风险因素有关系的 那么澳洲自己的经济形势不是很好 以及新冠病毒的情况呢 会导致大家会抛售一些高风险的资产 那澳元已经对美金刷新了 2009年11年以来的最低位了 这样的趋势其实还没有结束 澳洲自澳元 现在的 从现在的状态来看的话 下跌还是有可能会继续的 我昨天还在和一些朋友在聊天 在讲澳元对美金 我们如果做一个大胆的猜测的话呢 澳元对美元很有可能会跌到0.6附近 那如果是说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 澳元对美元还有可能会继续跌穿 0.6的这样一个心理的这个价位 而澳元对人民币呢 自然而然也会随之出现下调 但是可能跌幅的空间 不会有澳元对美金那么的大 那这个里边 说实话 澳元下跌呢 对我们已经在澳洲拥有的 这个拥有澳元资产的朋友来讲 不见得是个我们开心的事情 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澳元下跌呢 的的确确对澳洲来讲 是个好事情 回到刚才我所讲的 澳洲经济长期以来 靠的是出口和引资 无论是咱们卖矿石 还是卖教育 还是卖我们的旅游 这些从商品和服务的角度来讲 你的澳元下跌 就意味着你整体的商品价格会下降 那这样子的话 对刺激 这个出口一定是有所帮助的 那所以说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是并不希望澳元上涨的 那么澳元如果因为全球 这种市场信息的下调 澳元转下跌呢 对我想这一点来讲 政府是希望所看到的 而另外一方面 澳洲长期是引资的 这个里边呢 在二月份的时候 澳洲央行所公布过 在过去一段时间 澳洲的一些净资本流入的数据 其实最近澳洲的净资本流入数据 也不是非常的好 我们看到一些资金的 资金的这个离开澳洲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澳洲的 如果是澳元在短期之内 继续出现走低的话呢 会让我们的资产价格 会出现下跌 比如说商人公司的价格会下降 那如果澳元跌10% 就意味着其实商人公司资产价格 股价会跌10% 相比美金而言 那如果是说跌10%的话呢 那么可能我们的房地产价格 从外围来看也会出现下跌 那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来更多的资金 进入澳大利亚 所以说澳元尽管下跌 从我们拥有澳洲资产来看 不是个好事情 但是如果能刺激我们的贸易 刺激引资的话呢 长期来讲这不是一个坏事 房地产 很多朋友都很关心房地产 那如同我一开始所讲的 这个我们看到了一些预测 金融时报呢 在上期一旦来讲 很有可能这次的周期会涨20% 周期哈 这是一个整个上涨的周期 并不是说今年去涨20% 当然去年澳洲的房产 已经开始出现下调了 那之前有读过我写文章的朋友 会知道我可能在 将近在三年多以前 当时就在讲的澳元 当时在讲的澳洲房地产价格 会下跌 当时呢 我们认为很多的数字 都会来自我们澳洲房产会下跌 当时呢 引发了很多朋友的 这个在网上的这个讨论 那些这个言语冒犯性来讨论 但是这个呢 后来市场证明了 我们当时判断是正确的 因为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去判断这件事情 而从去年开始呢 我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 其实就写过一些相关的文章 觉得呢 澳洲的房地产呢 开始进行复苏了 而今年我认为澳洲房地产呢 一定还是需要复苏的 因为这个 其实是澳洲政府现在 说实话 最应该考虑的一张牌 就让房地产开始进行进一步的复苏 房地产的复苏 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 至少从老百姓的心里来看 如果房价涨了 如果房价涨的情况下 我至少我账面财富增加了 我账面财富增加的话呢 那我很有可能会进行更多的消费 那如果房地产涨了能够引来更多的外资 让大家关注这个市场的话呢 那政府收税也会收得更高 所以说从 不论是这个余工还是余私来讲呢 觉得房地产的今年进入 一个进一步的恢复的周期呢 是非常有可能的 数据上呢 也开始展现出来了一些 一些实际的情况 我您面前所看到的 其实是截止到2020年1月份 澳洲的主要的城市的 房地产价格的整体的变化 您可以看到 其实清盘率呢 已经开始出现上涨了 这我相信您可能在 这个用不着我讲 可能在朋友圈就已经看到了 这个情况 但是房子的实际的涨幅的情况呢 是并没有一些朋友 所宣传的那么的夸张的 那过去12月当中呢 其实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的 整体的增幅呢 就在8%上下 这个乡从低谷涨起来 的确呢 也是有比较的这个明确的 但是距离实际上房价的巅峰 还是稍微的有一点距离 那如果从恢复的情况来看 墨尔本的状态呢 是比西尼要好一些的 而其他的城市并没有那么乐观 比如说您看 这个比如您看布里斯班 比如说您看阿德莱德 其实整体的涨幅是非常的小的 那其实达尔文和佩斯的房价呢 还是出现了一些的下跌 从地区上来看 的确现在明显复苏的 就是墨尔本和西尼 如果是考虑到长期的人口增长的因素 长期的海外资本进入的因素来讲 墨尔本和西尼肯定还是 这个住宅市场的一个首选 当然了房地产本身 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整体的考量因素的 我现在给您看到的主要是住宅市场 那么我们在下个星期呢 我们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分析师呢 威瑞浩先生 Julius呢 会给大家去详细讲 其他资产类别的变化 比如说像澳洲的写字楼的市场 比如说像澳洲的购物中心 澳洲的工业地产可能会怎么去变 那么这会由他专门会拉一个 这个我们的一个环节进行详细的分析 但是并不是说澳洲房地产市场 现在是没问题的 澳洲房地产市场 现在依然存在着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贷款 这个相信可能过去这两年的朋友 都能体会到澳洲现在贷款非常的难 澳洲最近的整体的贷款情况 依然没有特别特别明显的这个改善 如果您看左边那张图来讲的话呢 澳洲的房 澳洲的贷款市场几乎是从17年之后呢 就是持续重挫的 那么市场可以提供的资金的存量 是有的 就像刚才我一开始所提到的 其实信贷的这个资金量是有的 但是并没有贷出去 银行一直被监管机构严重的压击 防止银行的进行过度的这个放贷 那这一点啊 说实话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呢 是好事 就防止这个泡沫进一步的增长 而让它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把它泡沫轻轻的这个挤掉 挤掉之后呢 不会造成严重的这个伤害 的确在暖期之内对一些行业 或对一些这个资产价格是有些影响 但是不至于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说这一招 说实话澳洲政府做的非常漂亮的 那现在呢 到了一个时期 也就是说 如果政府现在希望刺激澳洲经济增长的话 信贷牌是一个马上就可以打的牌 回到刚才我所讲的 很有可能我们现在的江西不见得太大作用 政府的刺激不见得会是立竿见影的 那矿业本身外围还是有些疲软的需求的 而现在政府最能够马上就可以打的牌 其实就是信贷牌 如果把信贷市场放开 让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出现复苏的话呢 这点的确对澳洲现在经济应该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 那这个现在问题就是说 皇家委员会一直以来对银行进行 对金融市场进行的这次严打 要不要开始收尾了 那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迹象开始出来了 那这就为什么我说 很有可能今年呢 地产市场是非常值得大家所关注的 但现在市场上你也可以看到 资助房借贷现在非常好 特别是首次职业者 现在借贷是比较好 如果你还没有买房子的话 那其实或者说身边还有朋友没有买房子的话呢 现在去进行借贷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但是投资房借贷还是比较的薄弱的 投资房借贷的放开 这个相信呢还需要点时间 但是这个呢是我们都很期待所看到的 另外一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现在的建筑的整体的 这个建筑审核批准 总批准额度呢还是比较低的 那市场上 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呢 很多刊发商现在还不是非常的 非常的给予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投资 或者说还在一个去库存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说需求起来了 但是建筑的这个总审批量没有跟上 那就会导致一个供需的一个错配的问题 那如果那样的情况出现 很有可能澳洲地产就会加速复苏了 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 2020年的房地产市场呢 的确需要关注 但是信贷是一个大的行李条件 最后回到股市 投资房地产呢 和股市其实是澳洲的两个重要的资产的 两个重要的资产的方向 其实在澳洲的股市上有很多表现非常好的 房地产的一些股票和一些相关的这种产品 刚才给您所看到了 其实在过去的这么一年当中 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增长幅度是7%到8%左右的 但去年的澳洲的整个的房地产的 这个行业的整体的表现 涨幅是非常的可观的 有些我们看到有些股票甚至涨了50%以上 那这点呢 其实投资地产也可以从股票市场上 找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 相关的一些股票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Lendless 像Senta 然后像Chadhal等等 都是一些表现还是不错的股票 那我们先来看看整体的股票的大盘 这个是从20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到现在为止 澳洲的AS200和美国的标普500走势的表现 过去这么差不多一年三四个月 一年三四个月这样的一个走势吧 你可以非常明显看到两个股指的走势 非常的类似 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非常有趣 澳洲的股指的涨幅是超过一度超过SP500的 两个大盘的涨幅呢 都是达到16%到17%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今年一开年之后 两个股指都是出现了下跌 而现在来看呢 其实标普的跌幅呢 是比澳洲的整个的跌幅呢 还是更多一些的 那么回吐了一些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涨幅 但是整体来看这个上涨的这个整体的趋势还是存在的 那如果大盘是这样涨的话 我想让您看一下这个 其实就细分领域的这个问题了 刚才所提到 尽管大盘的涨幅是在十几到二十的空间 但是有些行业的涨幅是明显好于大盘的 您看上面的那张图里边涨幅最好的是一个绿色的线 那个就是澳洲的医疗保健 就是医疗健康的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涨幅达到了 哪怕回调完了以后 还是涨到了42% 对8之多的 那下面呢还包括必需品消费啊 包括像房地产 刚才所提到的房地产这里边的整体的表现是涨幅12.7% 而信息科技涨幅是12.4% 如果您看那个红色的线就是信息科技 其实信息科技是去年一度表现非常好的 那整个的表现的这个程度呢 是也是达到将近30%到40%左右的 只是因为今年年初开始的这次回调 让它的这个涨幅性回吐 但是医疗健康和科技这个领域 从细分的情况来看 整体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而澳洲股市表现的比较差的呢 您可以看下面的图 比如像农园 农园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的这个比较 一般去年进行严打的金融行业 整体表现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在这个里边呢 就要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投资澳洲股市的话呢 长期的话呢 会有一个小的毛病 澳洲的股票市场 ASS的那个交易所上面有将近2400只公司 但是呢 ASS300 也就是前300只股票呢 就已经占据了整个的大盘的94%的市值 而ASS20 就是前20只股票呢 几乎占据了50%的这样一个情况 而这前20名里边 包括澳洲的四大银行 包括澳洲的矿业公司 当然了有澳洲现在市值最大的 这个医疗健康的公司 雪江公司CSL 但除此以外呢 大量的资金会放在金融 和放在矿业当中去 所以说为什么想要您看这张图 就是说实际上想投资澳洲的股市来讲 很有可能需要去看一看澳洲商业公司以外 甚至是看一看 就是一些澳洲的大盘以外的一些公司 才能投资到 比如像医疗健康和科技啊 这种领域当中去 如果是投资大盘 比如说我们养老金 最产生的就是投大盘 投大盘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 我们的资金呢 就会投资到ISX300 那么50%集中在前20支股票当中去了 那从长期的风险的 这个分散配置来讲呢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那我如果把澳元 把地产和股市放在一起 我想我可能会判断的总结呢 是这样子的 考虑到澳洲内部经济形势 不是很好 而且呢政府现在可以打的牌也不多 虽然有 但也不是很多 考虑到最近的外部环境 随着冠状病毒的问题 当然可能这个时候 大家暂时会忘记掉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刚刚是达成了第一阶段的一次的共识 他们两个国家 这个在进行这个谈判的基础上来讲的话 还没有实现最终的 最终的一些完全的共识吧 所以说这个风险也是存在的 那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以说呢 澳洲现在连续29年无间断的增长 是有可能会终结的 那澳洲一直相对比较自豪的 没有出现过的这个经济双退 在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 那不论是冠状病毒的影响 不论是澳洲的山火 和我们的这个之前所发生的 这个干旱所带来经济影响 都有可能在2020年第一季度 和第二季度的数据当中得到体现 那这样的状态下 澳洲的经济增长 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的 那现在澳洲能做的事情 其实有四个 第一个事情是继续降息 央行可以再降息一次到两次 把利息降到0.5% 0.25% 降到0.5%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不是再往下降 降了之后呢 会不会有效果 是有很大的问题 政府呢 也可以继续的支出 就花更多的钱 去做基建 公共设施啊等等 进行一些投入 这也有可能的 但是如同刚才我所讲的 考虑到政府 现在面子工程的问题 这个事会不会做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问号的 就算做 可能规模 也不见得会那么的大 顺便说一句 之前其实在市场里边 已经开始有经济学家讨论 澳洲政府是不是应该进行QE 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 量化宽松政策呢 至少在澳洲的历史上 虽然出现过 但不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 除非出现极度恶化 如果真的是澳洲经营 连续两个季度出现恶化的话 那政府有很会考虑的 但现在来讲说QE呢 还是有点早 那澳元贬值能够帮政府很大的忙 所以说我觉得澳洲政府是没 不会有任何的意见 让澳元进行进一步的下跌的 所以说如同刚才所讲的 澳元对美金跌到0.6% 跌到0.6以下 这样的概率都是存在的 特别是在外部的提荒时价格 出现下跌的时候 而说实话 最能够打的牌 最能够打的牌 应该就是信贷牌 能够让现在的银行松绑 开始让银行提供更多的流动性 到金融市场当中去 这个呢 的确是现在澳洲政府马上就能做 而且相对会立竿见影的一种做法 我们希望这个方式 会在短期间出现吧 如果这样子出现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澳元贬值 那带动房地产上涨 也带动股市上涨 但是地产和股市会出现选择性的上涨 我先说地产 地产的话呢 住宅市场会受益的 这个我相信会 大家都会同意 但是住宅市场也有区分 住宅市场呢 我们大家讲过 像公寓是住宅市场 对吧 像这个townhouse 像别墅都是住宅市场 住宅市场会有所区分的 地产形势整体好 不代表所有的地区都涨 地产形势不好 也不代表所有地方都下跌 所以说呢 不会因为地产好 所有的公寓都可以买 对不起买公寓的朋友们 我觉得好的依然是可以买的 那就算地产好 也不是所有的地都会涨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细细的看 股票是同理的 股票是一样的道理的 不代表股市上涨 所有的领域都会涨 我比较建议推荐的是看 医疗健康 依然是很好的行业 那如果澳洲政府松绑信贷 金融市场有可能会起来 去年考虑到几个大银行 或者财富管理公司 都是受到了政府的严打 这些公司的整体的价格 是比较低的 其实我们一度看到 几个大银行的 市盈率都跌到了10以下 还有将近4%到5%的分红 其实是个非常好的 投资类似于这样高质量资产 这种机会 那如果说信贷上松绑 银行肯定是第一个受益的 然后才带动到 这个房地产当中去的 所以说银行和金融行业 是值得看的 医疗健康是值得看的 这两个我觉得 接下来从长期来讲 都是能够 在欧洲的投资来讲 是值得配置的 那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觉得可以在近期之内 留一些现金 然后留一些有流动性的 这种资产 为比较好的 这个投资资产出现的时候 做一些准备 我们可以关注一些 增长型的地产的行业 和关注一些增长性的股票 来进去投资 那么投资的行业方面 刚才所提到了金融 是一个 我觉得在2020年 值得关注的 而金融科技 是一直以来 我们都非常喜欢 而且持续去关注的 相信可能各位关注 数字银行 这个概念的话 会知道澳洲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翻发了一些 数字银行的牌照 那除了数字银行衍生出来的 比如像智能投顾啊 然后比如说是 在线的信贷的平台啊等等 这段一段 是最近段时间 随着延打发展的是比较的快的 澳洲金融科技 值得继续的关注 地产值得关注 医疗健康值得关注 而还有一个呢 其实是基建 基建这个领域呢 在去年我们做过一次 详细的基建行业的分析 那基建的 这些大基建的政策出台之后 会带动黄地产 也会带动一些基建的公司 那比如说像川西本 澳洲的很大的基建的公司 然后就已经开始自己表现非常好 而且他们其实本身呢 也是一个国际型的一个企业了 这些都是我觉得在2020年值得关注 而且存在着比较高的抗周期和增长性的一些行业 好 我把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去讲完了 最后呢 想花一点的时间和您讲一讲 就是那分析完这些事情之后呢 我们做什么 我们能够为您做什么 那博满金资呢 主要的在博满金资品牌下呢 我们有四个主要大的业务块 那一个 第一个呢 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基金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会做理财型的服务 那理财呢 会包括财富管理 以及保险的这个业务 那我们也为一些澳洲的上市公司 以及一些澳洲的跨境收购的一些朋友呢 提供咨询相关的服务 那在去年呢 我们自己也拿到了澳洲的新托托管的牌照 那么现在也可以为一些 我们周边的一些合作伙伴的发行基金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博满金资下面的四个主要的业务块 如果这业务块当中 有一些可以符合您的业务需求的话 欢迎我们的团队进行直接联系 而我们在 不论是财富理财 还是说在基金方面呢 我一直在讲呢 其实和一些朋友们去讲 我们搭产品也好 找一些这个产品也好 或者找一些项目也好 一定要符合几个比较重要的理念的 分别是资产本身的质量 如何进行去封控 而且为大家去提供 先进流和流动性的问题 那的确呢 从投资的角度 我觉得这四个呢 是最重要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对资产进行去封控 但是呢 有些朋友 比如说我们接触过 有一些做开发的朋友 做地产开发的朋友 他对流动性的要求是很高的 资金回笼之后呢 只能够去投资 比如说六个月九个月 那我们就要为他去创造流动性很强的 这样的产品 那有一些朋友呢 就说我其实不见得需要资产升值很高 但是我需要每个月就有收入 那我们就要去创造高现金流的产品 那有一些朋友就说 我这个资金可以五年十年不用的 特别是像养老金 这样的这种投资 那他们就可以适合投资到一些高资产 高增长的这种资产 高质量的资产 但是放弃一定得动性和现金流的 这样的产品当中去 那这样的东西 我们也是持续为大家所提供的 所以说呢 在过去几年当中呢 我们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投资 那么很多人去讲呢 我们做的事情跟很多的朋友不太一样 我们的确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产品 那其中有三大类 债券类的就是雇收类的 包括像地产的信贷 包括像是固定的 现金的这个收益类型的产品 那股权类型呢 我们投过澳洲的上市的一些新股 新股呢 ProIPO啊 这个是在早些年 我们就投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项目 我们非常喜欢一些新兴科技领域的 而且呢 在去年我们搭建了一个 有旗舰作用的 旗舰形象的 私募风投母基金 去年表现是非常的好 而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另类的资产 比如说像大江无人机 像民宿的平台Airbnb 看到这种特别好的资产 有的因为他们也是美元的 那我们会把这种资产的 做成单一的产品 向投资人员基金去提供 供投资人员基金去选择 所以说 我们就是您看到所看到 我们最近的时间做的比较特殊的 中间的那个呢 就是去年我们所发行的 风投私募母基金 圆亨 我们在圆亨下面呢 投资了澳洲的 其他的三个基金 那么也是澳洲的一个顶级的私募 一个中型的增长性私募 和一个科技类型的风投 他们在去年 因为我们选择他们呢 有很多的原因了 比如说他们的团队非常的强 能够找到澳洲很好的资产 而的确他们投资的 不论是医疗健康 新兴的科技 甚至是基建 都是我们认为 现在澳洲经济 最有资产领域的 这样的一些行业 最终选择搭建了博满圆亨 圆亨在去年呢 也是实现了非常好的收益 而且已经开始 有一两 有一个项目 已经是进去推出了 这是超过我们当时的这个预期的 那么圆亨是一个 我们现在非常 有标志性的一个产品了 您右边所看到的是 我们的固收类型的 叫稳利安 那么在两年前呢 我们和澳洲的一个家族办公室呢 一起搭建了 这个固定收益的产品 投资一级抵押的澳洲地产新贷 希望呢 就是在实现风控的情况下 带来比较稳定的现金收益 那么这个呢 在过去两年表现 一直是非常的好 季度性分红 然后呢 本身的流动性呢 也创造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团队 一直以来也比较自豪的一个产品 如果你想有这种现金分红的 这种类型的输益型的产品的话呢 理赛型的产品的话呢 您可以看 了解一下我们的稳利安 而最左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保险的业务 当然从 就从财富 从投资的角来讲呢 永远是投资和保持 两个共同的 共同的发展的 因为近期 随着冠状病毒的这个情况呢 的确我们看到了 很多的朋友开始 进一步去了解澳洲的 一些保险的产品 那么澳洲呢 能够有出现一种像三合一类型的产品 那就是把人寿啊 重疾和意外伤害包含在一起的 我们在进行增值的时候呢 也的确需要考虑到保值的 这样的一种配置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服务呢 打包在一起 为您进行去提供 好的 这就是我今天和您想分享的 全部的这个问题 全部的内容 那我现在呢 为下一次的活动呢 进行一个预告 那如同我在刚才的讲座当中 所提到的 我今天主要是讲的宏观经济 然后以及不同的资产类别 如股市 澳元和地产的 大概的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但是如同我刚才所讲的 因为地产是个非常大的题材 地产里边有住宅 有商业 有写字楼 有学生公寓 然后有工业地产等等 是个非常大的题材 那么我们将会专门的 拉出来一个时间 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 澳洲现在不同的地产类别的 整体的走势和发展的这个情况 然后看一看 比如说工业地产的发展情况 是怎么样的 那个 比如说像这个住宅地产里边 细分领域会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呢 将会由我的联合创始人 Virihal Julius 为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析 那么 可能有些朋友听过Julius的 这个分析 Julius呢 是我们的分析部的主要的负责人 他的团队专门就负责 对经济啊 对产业经济去分析 包括您今天所看到的内容 也都是由他的团队所准备的 那么相信呢 地产方面的东西 会非常值得期待 如果您想了解这个内容的话呢 欢迎您 非常欢迎您进行扫码报名 然后来到时候下星期的了解 这个内容的具体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呢 今天的内容呢 我所讲的内容呢 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我会进入到一个提问的时间 如果有朋友呢 是有一些问题的话 欢迎您进去提问 然后呢 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业务 有些兴趣的了解的话呢 请您去小描现在面前的二维码 联系我们的团队 然后呢 如果你想了解每一天的财经的资讯呢 欢迎您关注 比如说像我们的澳财网的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澳财网的YouTube和西瓜视频的频道 获取每天的相关的内容 好 我现在来看一看 我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大家的这个提问的这个提问的这个内容 好吧 问题有点多 先看一下 有哪些的内容可以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所讲的 如何投资到医疗健康这个优质的行业 这个问题可以讲一下 医疗健康的行业呢 当然我觉得分为两类了 第一类呢 您可以在澳洲的医疗上市的医疗健康的公司当中进去挑选 比如刚才我所提到的澳洲的现在市值最大的公司叫CSL 是澳洲的医疗公司 是一个雪疆科技公司 是个全球性的企业 那尽管大盘出现下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从几十块钱涨到了300澳币 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就在短短的三四年的时间 那它的业务本身是非常的国际范的 其中有将近70%的收益是来自于 这个澳洲以外的其他的国家 其中包括美国和欧洲 所以说像这样的公司是可以看的 而如果是想投资一些 就是澳洲的可能更稍微的这个小一点 或者说还在增长期的这样的公司的话 这一点就一定要从澳洲的非上市公司里面去挑选 那么这一点主要是集中在澳洲的风投和私募的行业 特别私募的行业 比如说澳大利亚最大的癌症疗中心 叫做Genesis Care Genesis Care之前就是一家澳洲本地的私募培养的 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司之后 卖给了更大的私募公司 后来也有中资的参与 像这样的行业会通过私募是比较容易参与的 这就为什么我们当时做了像投满圆亨这样的产品 圆亨里边一个很大的投资配比 就是在澳洲的医疗健康的行业 好 另外一个问题在讲 比如说目前的疫情可能会是 这个全国的疫情会是全球性的一个爆发 投资什么样的资产才是能够成功的避险的 这个问题挺好 从历史上来讲 一直来讲比较避险的资产 其实可能是两类 一类东西就是黄金 大家都在讲叫盛世古董乱世金 黄金本身是一个在避险的时候比较有作用的产品 那么投资黄金可以投资像黄金的走势的ETF 这个可以直接是在交易平台上进去购买的 黄金ETF澳洲有好几家 有的报价是以美金为主的 有的报价是以澳元为主的 而另外的话在这种时候 一般我们讲一些避险的资产 比如说像国债 像澳洲的国债 其实在过去一年表现很好 如果您担心未来一段时间一定会 就市场还是风险比较高的话 您可以选择投资澳洲的国债指数 也有ETF也有些国债的产品 这个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同事来进行去对接 问题真的比较多 我来看看还有哪些 不好办理贷款 哪些途径可以投资房地产 这个刚刚我所提到 您可以去购买和澳洲地产相关的一些指数型的基金 这个在澳洲的地产市场 那个股票市场就可以直接购买 或者是买一些澳洲的好的地产的公司 也是可以的 如果澳洲的经济出现衰退 那么房地产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增长 刚刚所提到了 那这位朋友呢 我欢迎您就参加我们下个星期的签将下个星期的这个这个讲座 然后有一位朋友问了 这个三合一保险是否可以理赔新冠肺炎 据我了解是可以的 然后我自己 然后也问了我自己有没有买保险 我自己买了 这个的确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需要的 佩斯的房价非常便宜 是否值得购买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 这个我觉得有意思的 这个我想加一句话 因为的确佩斯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经济 一个经济的一个省份 佩斯之前的话呢 我说在矿业繁荣的时候 佩斯的房价涨得非常的高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去佩斯出差的话呢 其实你基本上订不到酒店 东海岸的酒店房价是200多的时候 佩斯就已经400,500了 佩斯的房价周期和这个矿业周期非常的相似 如果矿业好的时候呢 佩斯好 如果矿业不好的话呢 佩斯的情况也就不是非常理想 考虑到最近整体的矿业呢 在复苏期 但还是稍微有些挑战的 我觉得佩斯的情况 应该不及东海岸的墨尔本和细尼 好 我觉得我们可能最后在 这个我觉得可能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吧 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差不多 差不多要到 要到这个两点钟了 有两个朋友的问题都很类似的 就是解释澳元跌破0.6 这个概率有多少 然后呢 以及刚才另外一个朋友在问呢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澳元换掉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进行其他的调整 刚才我讲过这个问题的 就是澳元下跌 对澳洲经济是有利的 说话来讲是也是政府可能会希望看到的 那不论是考虑澳洲经济自己的疲软 还是说矿石价格的下跌 以及降息 澳元都有可能继续下跌的 那这一点呢 还要考虑到美国的问题 就是美国现在的 从经济的数据上来看 美国经济是不错的 它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 是在一个历史比较低的这个情况 经济增速呢也比较好 那美元本身又是一个避险的货币 如果说市场出现情绪变化的话呢 美元是有可能会继续的涨的 那在这一点的话来讲 相比美金来讲 澳元的确是比较弱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澳洲今年会继续的降息 美国去年其实也变了 本来是在进行加息的 突然一下子进行形势可能有点问题 在考虑到比如说特朗普的连任 考虑到中美之间的摩擦的问题的话呢 美国也开始出现了货币政策的这个刺激 开始进行降息 那美国现在降息空间 肯定是比澳洲要大的 但是美国会用多少 这个是一个问题 除非出现很极端的情况 美国进行连续多次降息 把美元和澳元之间的稀差金缩小 否则在短时间来看呢 澳元想比美元要好 或者澳元想比美元强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概率不大 这的确概率不大 如果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呢 与其把澳元换成美金啊 或者说把澳元换成其他资产 不妨也可以考虑 投资一些和美元 以美元为业务方向的一些股票 比如说刚才所提到CSL CSL有很多的 这个收益呢 是以美元结算的 比如说麦格里银行 有很多的收益是美元结算的 或者说投资一些 以美元为报价的这种产品 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 像RB&B啊 像大疆 有些会有这种美元的资产 投资一些美元资产的金贸 也是一个方法 那考虑到今天时间问题 现在已经到了两点钟了 很高兴 时间过得挺快 很高兴呢 和您的一起讨论了 2020年的澳洲的 整体的经济和财富 投资的展望 希望今天的内容 对您有所启发 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也非常欢迎您去关注 我刚才所提到的澳财网的 微信公众号 澳财网的视频的频道 观看我们更多的内容 也更希望您可以 就是参加我们下次 或者未来的这个节目 我们下周的 关于地产内容 一定也会非常的精彩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 有任何的建议 或者您想听一些 其他内容的话呢 欢迎您可以在我们的 这些视频媒体上进行留言 然后我们很希望 给您在未来 进行进一步的去探讨 那还有最后呢 就是如果您对 我们那些业务 有任何的问题 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和产品的一些 一些内容的话 欢迎您联系我们的团队 我们会为您带来 进一步的一些 详细的信息 这就今天 给您带来内容 很高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机会 我期待下次节目呢 和您再见 这就今天的节目了 那么再见了